这道海湾在陈嘉生眼中 是台湾最美的风景 他把它取名为奇力湾 奇特又美丽的海湾 爱地球 爱顶辽 奇力湾爱说真功的什么 赞不赞 赞 号召来到奇力湾的游客 一起与居民携手进化海滩 未来结合实地体验和循环经济 对这片海滩做出更有价值的贡献 其实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海洋危机 海洋垃圾这么大量要怎么处理的问题 所以现在已经有生物科技公司 可以把这些塑胶 透过低温链接变成柴油 而且这个柴油它燃烧 产生的PM2.5也好 或者碳含量也好 都是比较低的 而且是没有味道的 临近五威港水鸟保护区 生态小学 立泽工业区新晨溪 与鼎辽生态公园 都环绕在这座绿建筑的四周 奇力湾与环境和居民的生活融合 打造共生共创的原地 我觉得绿色建筑这个理念 对鼎辽礼来讲 其实是一个相当吻合的一个理念 因为鼎辽礼从民国83年以后 我一直在推展这个文化 绿色环保这个社区的经营 所以说这个理念跟社区是有所结合 三年来坐落在立泽工业区的奇力湾 改变居民对厂房的意向 扰动客人与在地民众 共同保护环境 超过两千万人次的参访 为地方带来丰硕的人潮引流 妥善应用在地城乡资源 采购小农有机无毒蔬菜 创造生产者的品牌价值 这也比较甜蜜嘛 对对对 对啊 这主要是说没有用农药 没有没有 有机的都不能用农药 所以我们农药就是说 起来对我们的产品 产品的产品是在意 对这个安全啊 健康的产品 所以我以来说 可以来这里带你们 带一些东西 来我们的房间吻民各个温养 我带你去看我们平常 奇力湾的渔货都是从这边来的 从这里这么接近渔港 对啊 我们每次都是从渔港 早上一清晨就来这边捞鱼 然后就供应给我们的餐厅 向南方澳渔民采购新鲜食材 开拓渔货新的铜路 奇力湾建构复合式餐饮 小农餐厅 美食研发中心 台湾美食馆 生态科技展览馆 任阳可食风景区 大胆尝试与研发 成为一座绿色创新实验学校 朝向台湾国际美食孵化基地迈进 奇力湾绿建筑像是一艘船舰 引引台湾美食生态圈伙伴 透过这个平台 让更多人勇于创造自己的梦想 给予足够的养分和力量 把台湾的好味道让世界都知道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